那前面for圍圈呢 我們通通是放在for後面的這個瓜糊裡面 但是畫完後面的瓜糊呢 只有放在什麼 條件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初始值 變成要放哪裡呢 放在這上面 有沒有 初始值 那布禁的話呢 在哪裡呢 當這個程式跑完之後 比如說 當sam加等於i的時候 再把布禁放在這裡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程式跑完之後 它結果 如果秀出來的話 這個sum 還是1加到100的值 就是5050 所以基本上呢 畫回圈跟for回圈 有部分是一樣的 那只是強調的點不太一樣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練習 就是把剛剛的sample 我們剛剛那個sum的這個範例 比如說我們這個sum的這個範例裡面 這個 原來是寫成這樣 請各位再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下 做一個版本管理 如果你把它貼回去之後 我一直強調說 你版本管理這邊 你可以在上後面呢 加一個底線 後面呢 打一個壞 也就是說呢 這地方 請各位把這個 本來是for回圈的部分 稍微做個改寫 那改寫部分的話 現在是 現在還是上 我把它關閉一下 然後我看一下這個 上壞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地方 for回圈改寫為壞回圈的話 那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講的一些原理原則 第一個的話 這個for回圈 把它改成file 第一個 但是一定會有error message出來 為什麼 因為file後面只能接這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東西怎麼辦呢 把它搬家 所以搬到哪裡呢 因為這邊已經有一個 所以怎樣 在int 另外再 因為它上預設值等於0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把它搬一下 搬到它的上面好了 那這邊的話 獨立再宣告一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初子值 第一個 初子值就建立 只是說把它搬到上面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條件留下來 然後呢 這個布禁的部分呢 要放在哪裡呢 加完之後 等於是這個瓜糊 基本上都找這個瓜糊的上面一行就對了 所以這邊上面一行 我們就在這邊按enter 然後把布禁的部分把它搬下來 然後分號的部分把它delete掉 這邊少一個分號 ok 基本上改完了 資金起來看一下 累加之後的話 1加100 資金起來 有沒有 一模一樣 對 一模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4迴圈 跟壞迴圈 4迴圈 可以做的 壞迴圈也可以做 壞迴圈可以做的 4迴圈也可以做 那 其實 就跟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個 if